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個野味蘑菇薯片 跟之前的炒肉差不多, 這次是一個素食 希望大家喜歡, 看影片前幫幫忙, CLS 好, 立刻去片 講講這個野味薯片蘑菇的材料 很簡單, 兩個薯仔, 切薄片, 浸水 浸淀粉質, 瀝乾水, 備用 300g的蘑菇, 切薄片, 備用 首先, 跟薯仔上粉 把薯仔倒入大碗裡 加入一湯匙半的粟粉 可以自己就義自己的份量 當然, 全部拌勻 一定要做到, 薯仔兩邊都黏了一層薄薄的粉 如果粉不夠, 可以繼續加一點 這樣, 兩邊都是有薄薄的粉 差不多了, 再加粉 好, 這樣可以用 好, 這樣可以用 先把醬汁填好 這個碗裡大約有80ml的水 一半茶匙的糖 一湯匙的蠔油 一茶匙的豉油 生抽 少許的胡椒粉 拌勻 拌勻 先開始煮薯仔 在鑊裡, 放了兩湯匙的油 用大火熱的鑊 之後, 煮到中火 然後, 放些薯片 煎 放下去, 別動 煎至大約半至兩分鐘 才反轉 因為要煎至金香 然後, 煎至兩分鐘 煎至兩分鐘 現在要看 有一點金香 然後, 反轉 反轉 之後, 煎至兩分鐘 煎至兩分鐘 好, 煎至兩分鐘 現在要看 差不多了 我將其他薯仔煎 煎至兩分鐘 將 煎î 然後, 煎至兩分鐘 煎至兩分鐘 現在已經出了這麼多水 繼續用這個煙炒方式炒乾水 水已經炒乾了 中間加入一湯匙的油 加入一湯匙的辣豆腐蛋醬 然後推炒 看到蘑菇變成紅色 現在可以加入剛才的醬料 現在轉到中火 加入醬料 煮滾的醬料,先試試味 夠了 然後分次加入蜆醬 其餘的蜆醬是把薯仔回鑊 放一手,把薯仔拌勻 把薯仔拌勻 把薯仔拌勻 所以這道菜是相當簡單 而且很好吃 最重要是便宜 好,現在已經拌勻了 好,我上次就跟大家繼續 好了,這個野味蘑菇事件 又完成了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